我真的要打了一隻手機 很難打手所以我都不想把手機拿出來 我只能不能檢查一下 我只能不能勝利 話說回來射辦理真是又熱又暗 所以進行細部作業的時候 只靠一個電池4等桌上的手電筒 來照明對眼睛差很不好 那我也來開始打殺戮詩曲吧 要玩遊戲的話 請看電腦和Propo 檢查吧 嗯?嗯?嗯? 那好喔 要裝傻啦 敷衍了一下 開始打殺戮詩曲 好 開始沛隊 秋水進行分解名譽社長的作業 而我則是在打殺戮詩曲 鳥兒的踢叫聲成了這一幕的BGM 如此悠閒的新天下午 實在是讓人無法想像我們正面臨著廢射的危機 呢 貝 嗯? 嗯? 例如說 ROB-1的Operator 也沒想到嗎? Operator 操縱員是啥? 操縱的人 別的興趣 沒什麼興趣耶 為什麼? 秋水瞪大雙眼朝我望了過來 我不是因為喜歡操縱機器人才玩殺戮詩曲的 好嗎? 不想欸 好嗎? 好嗎? 話說回來操縱員應該是要給你當材對吧 你是社長 而且這台名譽社長也是你修理的啊 我也沒操縱過機器人啊 所以我們的出發點是一樣的 小秋沒說話又繼續作業了一口 欸 貝 蛤? 嗯? 我應該要教你真正的意見 秋水不然用嚴肅的語氣所忍 難道他終於領悟就算剩下ROB-1 你以為就贏不了的事實嗎? 穩銀手往秋水望去 貝 貝是怎麼想到嗎? 種子馬神射的設計 很酷吧 我聽了差點沒昏倒 這實在是一點都不重要啦 這是美殺姐設計的啊 你去跟她抱怨啊 所以小秋你想把外表重新設計嗎? 可是你現在哪有時間弄這個啊 就算還是一臉不滿的樣子 那你可以幫她裝個盾牌啊 或是七層紅色還長角了 紅色三倍數 不然再來一個什麼光柱劍對不對 讓她看起來就很強 很強很強很強 這台機器人打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外表的設計的吧 但是看起來很重要啊 強的方法也會有 強的方法也會有 每個隻都會有 加濃炮 那是幹嘛的?有用protest嗎? 可是又不可能真的發射出加農炮 在羅伯1的比賽裡嗎? 你要發射加農炮?真的嗎? 那在羅伯1的比賽裡,它的功能是什麼呢? 只是飾品嗎? 這根本沒救啦 你要裝設一個只是裝飾用的東西在機體上面 你會犧牲它的靈活度 這是圖增體積 你還不如把它改的酸一點,不要有加農炮的感子 你居然還認真去聽它的話,真是大出特殊 就隨你高興好啦,你想怎麼操作就怎麼操作 如果採用的話,我保證你絕對也趕不上大會 那變形機構本身也不需要吧 那變形機構本身也不需要吧 你幹嘛不說話啊? 你幹嘛不說話啊? 這帥用微笑蒙混了過去 看來它的確有在反省蛤剛剛的妄想發言 接著我和秋睡便繼續回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機器人診所在國道58號南下進入南種子丁厚的第一個十字路口上 因為診所在從學校回家的路上 所以我常常得被秋睡一起去 從這個角度而言,這家店的位置還真的是害了我很多 每次來我都覺得這根本就是一間國路 首先一路眼簾的是在夕陽中過度強調自我存在的霓虹燈看板 由於顏色過於刺眼而死的眼睛不是很舒服 由於太過有壓迫感讓人不是很想走進店裡 明明就快夏天了,卻讓人感到一陣寒涼意 店裡是一層樓的平方,所有窗戶都全部用木板給封了起來 使人無法窺探屋裡的狀況 建築物的另一側 柵欄的後方糊爛堆著各種大型廢棄股 總覺得這裡應該很容易鬧鬼 你機器人卡通看太多了 因為很麻煩,所以我每次都想搭在店外 結果今天還是被秋睡從背後給強制推了進去 店裡放著濕陽的搖滾越來 聲音大到不行,好像整間屋子都響起來似的 這根本就像這個演唱會現場 因為這家店店也是這樣,所以客人才不敢上門 搖滾越當BGM,是這個店長的興趣之一 電影充滿了塵埃 陰暗又雜亂 屋內堆著一堆完全沒有打算整理的報廢品 看了這些東西應該已經是電影的固定擺設了吧 我回過神來發現店長從裡頭走出來來到櫃台前 這位阿伯 老伯就是機械人診所的店長 自稱機械人模式 他叫騰騰鐵字,是個頑固的怪老龍 那阿伯,阿伯你胡子再扭一扭阿 然後窗上的白跑阿 你就配COST的那個 COST的那個 萊德博士了 對阿 你好嗎 哈哈 秋水的聲音完全出不來 你好嗎 不是 再延後去 老伯似沒能理解他的意思 只是皺著眉頭 雖然沒辦法 只好用一手畫腳的方式來要求降低力量 老伯真的是很不情願的把BGM的聲音轉小 阿秋水不要這樣嘛 雖然聽人家阿伯有重聽阿 到這邊為止可以說是一連串的例行公式 每次光是 調整整個音量就可以讓秋水雷個半時 而我只是站在店門口旁邊無言的看著他們而已 嗚 嗚 嗚嗚 阿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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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曾經在蘿蔔萬多冠過的事情 這到老伯的催促 秋水從背包裡拿出了分解後的零件 魚餌社長動不了的原因果然是電池的劣化 如果更換的話 應該至少可以恢復到可以動的狀態 根據秋水的說法 之後就看其他零件的保養程度來批判 到底能恢復多少當時新品時的活動力 驚訝性嗎? 而且是生產終了的S-PLUG類型 驚訝性的確是七年前出的 尺寸也改變了 這跟同樣的問題 現在沒有手上的問題 咦? 那怎麼辦呢? 哼 對啦 我覺得只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找酷存品的充電器 一個就是乾脆把門的電池換掉 如果是交換的話 我們可以交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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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不能够的操作 不… 交換… 有那些東西在那裡嗎… 那…那些東西不太用… 你不能用,小娘! 交換交換是不太難的作業,不然… 不如… 那些東西不必要改善 沒有啦! S-PLAG 対応的話 現在是小河殿的 便宜 那... 那... 取寄了三天 但... 很好 那三天才會到 對於只剩下半個月的我們 三... 三...三... 三天十四天就幾乎剪掉啦 快要四分之一的 快要四分之一的時間 而且電池來了之後 還要再玩還要再處理 這...對 那個機器人的整修跟半信 有點...時間上面的 不利 那... 現在說什麼呢? 新品的話 這個倍是減掉的 哇... 你是說新品要一萬六喔? 怎麼還那麼貴啊? 文句 一人前就說 臭老婆 哈哈哈... 炸的機器人事 臭老婆 說臭老婆 他呢? 嗯... 嗯... 我要新品牌的 新品牌 那... 那... 很明顯啊 十年前 現在就 性能是困難 這沒到十年啊 我是八年前而已嗎? 嗯... 而且... 我為了 要用全方位カメラ 但... 那哪裡是 的? 可不可以解釋 的差別嗎? 哎呀... 全方位カメラ 跟距離センサー 組み合わせた ような... なんていうか ハイテクな感じの... 龍腕用の機器に そんな機能を付けても 単なる飾りで終わりだ GPOってのは 考えやがれ 馬鹿 そもそも 全方位カメラ いくらすると思って 無萬じゃ済まねぞ 貧乏学生め 五萬 一般人哪 玩得及 就そ位說的點的時候 眼淚都快出來了 博士也是老樣子 不管對方是女性還是小孩 一點都毫不留情 不過我個人 小孩蠻喜歡這件的 畢竟我是 對聖父毫不留情的男人哪 那... 毒 ロボ1に出るにあたって どんなセンサーが一番重要かな ジャイロだろうな でも ジャイロセンサーを変えたら プログラム最初から組み直しじゃ 不知 知らないよ プログラムもできない分際で ホビーロボを作ろうとすんじゃねえよ いや 時間をかければなんとかなるかもだけど 今回スケジュールの余裕がなくて ちなみに ジャイロって相場はいくら 俺のオススメはこいつだ 不是玩笑妖蟲 被台下方的棚子に 拿出了一個名件對話 香港のデバイセズヒーロー社から去年出た 新型三軸ジャイロでな せーの 今なら 超格安の4000でいい 還是要4000啊 明明中の加起來 是要破壞的 負けてください はい 名前な ピタ一問負けるつもりはね 前から言ってるはずだ うちはプロとしてやってんだ 俺の提示した金額こそが プロとして保証する値段だってな 好的 那我們就先實況到這邊告一段落 囉